1969年在美国举行的Worch.音乐会非常成功 官方公布的参与人数高达40万人 当年负责这个音响工程的是Henry-san 工程师也是老板Bill Henry 总共用了17台Macintosh的MC-3500单声道后级 还有大量的后备真空管在现场搭建了一个非常龐大的喇叭阵 成就了非常惊人的错误 2019年是Macintosh成立70周年 适逢同一年是Wordstock50周年纪念 集团总裁Charlie Randall 出席完Wordstock50周年纪念活动后 决定重新再做这一部具有代表性的MC-3500单声道后级 经历了两年时间 2021年正式宣布新版的MC-3500M2 重现江湖 大家好我是Martin 欢迎来到音响技术YouTube Channel 如果还未subscribe我们Channel的朋友 麻烦你按下旁边的订阅键 还有就是按下小铃铛 下次如果我们有新片推出的时候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了 新版MC-3500M2 其实在观感上是新旧特色都会有的 一方面面板就会用舊有的MC-3500的设计 而新加入的地方 就是在面板上 噴了一层浅浅的金色 看起来是介乎银与金之间 是非常之特别的一个观感 而机身两侧就由头到尾 有两条铝制的 好像滑槽那样的东西 而在它背部上面 也都安装了两个胶质 其实如果你们有看过 旧时的机 这两个胶质位 其实是预计了一部机 是打直随放的时候 用来避免碰到地下的 据说当年很多户外的活动 例如户外的音乐会 都会用到35500这部后级的 这两个胶质是 为了方便去运输的时候 不要做双部机而设计 而这次加上去 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意义 让新一代都可以留意到 其实以前的机器是 怎样的设计 相隔了五十多年 MC3500M2的线路 尽量都跟回原版去设计 用了3G 12AX7A 就负责差分输入放大 电压放大缓冲 以及电压放大 另外有一支12AT7 就是负责EL509S的缓冲和驱动 总数用了8支EL509S的功率管 如果大家有留意 Macandosh的后级都会知道 其实这支管是比较少见的 甚至可以说近几十年 都没有用过这支管 据厂方所说 用这支EL509S 主要原因是因为 和旧版LQ6的音色很相似 如果你看现在Macandosh的后级 你会发现 攻略管多数是KT800的类型 今次用上这支管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今次和MC3500M2一起测试的 就是一部分体式的前级 就是C12000 它分体的作用就是 信号和电源是独立一个机体 处理讯号和控制界面是另一个机体 两者之间是用了一个专用线去连接的 而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供电部分是分开了左右声道 去独立供电 而信号也是独立传输的 总共是12组的输入 其中有两组是连接做黑胶暢放的线路 其余就会有4组RCA和6组的平行输入 这款前级最大的特色就是输出部分 除了有胆和石被你选之外 还可以决定每一组的开关 机背就提供了两组平行输出 分别是代表了真空管和蒸体管 而选择了用RCA去接搏器材的话 每次想去转换效果就必须在前面面板上选择 今次测试MC-3500M2最大的感受 就是觉得声音很爽快 而对于低频控制的亮感和速度 都跟我印象之中的Macandor 虽然有很大出入 尤其是播放一些爆棚的古典乐曲 它出来的震撼感是超越了我想象 表面上看它的规格只是350压输出 但推我们沿用一对Dial Audio的Pantium Evidence喇叭 是完全做到一个好像大12寸低音的效果 当播放Esoteric新出的一张SACD C基太人组曲的时候 那种大明大放 以及定位清晰度 以及声音的震撼感 都是完全令我觉得印象深刻的 我相信3500M2将会给发烧有一个全新的听感 如果你都想听一下效果的话 你可以去到尖沙咀Hi-Fi Calorie 亲身去体验一下这个新款的效果 和刚才是有什么样的 新的事情 呢 Intå